封月二十周年上市 但已經印好了 已經印好了 然後這個有非常多細節的枸杞 這本就 謝謝 感謝 先讀我也快樂 因為主要是這樣 因為我們最近不是也有看 最近如火如茶的在弄那個國安 資訊國安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做了 不知道你也知道吧 謝謝 當然 沒有熬這個熬文化 所以我今天就USB沒帶來 我想說帶來你也不會熟 沒錯 我就沒有帶來 那因為我們其實廣義來說 這不是我們自己碰的 就是喬白色這種比較是 國主記憶或國家記憶的東西 廣義來說也是 也算是文化國防 而且很好玩 我上禮拜有朋友 台灣人 他在大陸工作 然後他說 那河濱國安什麼時候上 他說他周邊很多 中國人在問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他們就想看 我說我們還沒宣傳 他說他們會翻牆過來 然後因為一二集到晚到亂七八糟 所以他們就紛紛就開始那個 所以就開始那邊也在追劇 雖然是追到晚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 作為好 國防武器 其實 很那個吧 我們自己就很自豪 可是很痛苦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國橋這個戲的狀態是 越來越難賣 對 就是 那個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難賣 因為他很明顯的 你不是卡到和河濱國的關係 就卡到國內藍綠的關係 然後越來越保守 對 所以我們後來第二季 不是就弄一個自賣平台 對啊 可是自賣平台 對一個小團隊來說 是 loading太大 確實 就那個是沒有方法 到最後真的不行了 我們只好想出這個方法 那還好就是有大家幫忙 勉強過關 可是他不應該 是像 我們這種獨立製片團隊的 的常態 那 我就想說 來找部長分享 就是說 因為你們也在做 有關於這個 資訊平台這一塊 有沒有可能 你們可以架一個去中心化的開放平台 來讓其他的 群眾募資 對 來讓其他的那個獨立的 獨立的 因為台灣現在 現況是這樣 因為台灣 國內的那個 國內的目前市場 其實 因為我覺得產業不夠發的 為那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政府主要的手段是補助 對 但因為補助是過渡手段 它不是中級手段 中級手段 還是要 上市場 上國際 那因為我們現在國際 通路也 OTT也這幾年才在接觸 然後 某種程度上來說 也還在不斷的磨合當中 那國內市場撐不起來 這些內容製作者 所以 所以變得我們的電視台 電視台現在也面對轉型 然後 轉不過來 或者是說 他的目的不是做產業 他可能為了其他目的 證視啊 什麼東西 那所以他不太在內容上面 會做 有 他不夠有資源做通知 這個是現狀 那當然國家有些平台 像什麼 台灣PLUS MOD 可是 這些平台基本上 也有政策目的 那 剩下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一堆OTT 就商業OTT 好 台灣商業OTT 比較麻煩 台灣商業OTT 都規模很小 就是說 嗯 他很多背後是傳產老闆 然後 他們 對OTT這樣操作 第一個 他投入金額小 因為不要太大風險 可是 OTT很掉軌 是OTT這種平台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絕對資本密集的平台 要花很多錢買的內容 然後 回收期已經長了 對 比如說Netflix他在估 他的約是10年 為什麼要估10年 某種程度是財務上精算 他10年是一個 一個回收的回收 一個版權是10年 那台灣的話 版權可能希望半年 嗯 一年我就要見真章 就要回收 好 那所以這些狀況加起來 太多小的OTT 然後 但資本的又小 對 的情況就是 國內的通路 採購的能力還不好 對 便宜 我這樣講 現在台灣的國際OTT 跟國內OTT的狀況是這樣 如果 那個片子是 大家都要的 國內一定搶不到 那 你說 國際OTT 有一些都是鎖 獨家 所以他也不會頂台灣 對 不只要等很長一段時間 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等 因為 那個時間過了那些OTT 搞不好都倒了 對對對 那所以 他現在就變成在 價格上面競爭的弱勢 那 可是對內容工作者來說更慘 因為不管你們 什麼樣的態勢 內容工作者 都是等著被定價錢 對啊 然後呢 被定的價錢 都一定不符合 投報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想 真的沒有路了 國橋二才弄了一個 那國橋二更複雜 因為國橋還有歷史 政治上的詮釋 這事情會讓很多人害怕 這個說實在話 我們很努力在克服 讓它變成是 越來越好看的商業劇這樣 可是即使如此還是 懂了 比如說像和平歸來 我們 我們其實 有一個被懼怕的點 就是有通路商他直接告訴我 他說因為你們有總統 對啊 你們有國旗 是啊 你們有罵老共 然後你們有講到SARS 對 那可是一講到SARS 就會被帶他入座到中國去 那所以大家在 覺得在公關上面 其實 有點危險 未必完全有利了 對他們平台 危險 那他裡面不要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到 都這種狀況 所以 我後來想一下 因為那個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都已經 老師也有 約我們去聊 這個所謂自家平台 這件事情 我突然在想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由 什麼單位來架一個去中心化的 的這一種 因為架平台 對每個team來說其實都 是 模板啊 那個串流啊 什麼各式各樣 那些八糟的 那也不是說 由公部門來做ODD 那個上下游的鏈 是這麼的斷裂的話 對 台去是起退不了 他就是一直國家餵養 是 那國家不可能一直餵養 因為最後還是要上商業市場 對 所以現在就很掉鬼 如果是國家一直餵養 那 這些片子呢 基本上 目光所值 一定是 長官滿不滿意 對 那如果是商業市場 當然我們目光所值 會對觀眾 因為我們希望他來看 我們會 大概上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有 比如說 術發部這邊 一方面在做 資訊國安 對 一方面在做 那種強化 產業強化這件事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平台不是 喬拍攝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只賣自己 可是萬一有個大平台 是可以讓很多 他也許在 談判上 或者是在 販賣上面 其實處於 和賣房很不對等 那個 對 這個跟台卡 跟文職人有什麼不同 聽起來很像 我文職人也做的 對我理解 但是就是說 以MISSION來講 因為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文職人做的了解 你覺得主要的差在哪 資訊 在技術面 他們也有一些技術底子的人 可以幫我指示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看 對我來說 哪一個單位做 你要是那個end point 不是說一定誰做 一定誰做 那是因為我直觀好像覺得 對 覺得那個 書發部這個 資訊能力強大 是 然後可能 在預算上面 或者是 因為文策院那邊 他們 比較 注重是可能 軟心內容的 投資 輔導 或者是 策展 媒合 對 像這種資訊平台 這種事情 對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很辛苦 對 那因為這個平台又是一個去中間化平台 也就是說 它不是由誰老闆來出資 是 它是一個有點像公共平台 架好之後它所有的 閱讀流量金流都好了 那那個 製作單位可以把片丟上去 也就是說 我們本來現在都是 B to B 就是B to 那個 通路 被通路決定價格 那 喬二在做就是 嘗試B to C 對 直接 那個 產地直銷這樣 對 那 其實和我們面臨相同困境的 同業們 一堆啊 對 一堆 那我們雖然看到那個 好像台劇什麼 上了 國際平台 上什麼平台 可是那畢竟是 一年產出中台劇的 大概 十分之一 然後可能 百分之五 我也聽懂 對 那所以 那其他人其實很辛苦 就是 其他人就在瘋狂找錢的情況下 還會瘋狂的賣不出去 對 然後 不管他好不好看的片子 觀眾因為 這樣的食物鏈 他沒有機會 連說一聲好不好看他都沒有機會 或他可能找一個 平台就草草播 對 對 所以 大概理解 對對對 那 所以像這樣的 因為你說 國內生態是這樣 你說是平台通路的錯嗎 其實他各有淵源 就那個 那個不是對錯的問題 是他的行程 他各有他的那個歷史背景 可是因為現況是這樣 然後有很多人基本上 做內容的 不管做戲劇啦 做紀錄片 對 非常辛苦 那你說公共電視或公網集團 有 有負責那個 對 去振興 可是問題是他們 他們是 他們是電視台 他們一天就這麼 24小時 對 所以 事實上要請他們消化 那個也是 原木求魚 對 對 那所以 只能從數位 只能從數位平台上面找新方法 OK 新的數位工具 大概有幾 對 因為大概上次 我想老半天 因為我們這次又要自賣 對 那原因就是因為 的確還是 那 我們只能回過頭來尋求這個方法 可是我一直覺得 要嘛就把它發展成 一個 更成熟的 嗯 一個solution 看有沒有辦法 要嘛就是 就要改變外部環境了 那可是改變外部環境太難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一些時間來cooking 讓慢慢這個環境氛圍改變 慢慢他願意接受 就是這樣的劇 就不再是一個禁忌 對 或者是一個troublemaker 這樣的 就是要創造一個新的 新的norm 新的這個社會規範嘛 就是說 這種事情 就要走這種方法 不是本來的方法 但是他 這種方法會搭配著 我們講新 新model的建立 這個對我來說才太難 對 可是因為我們試過一次 喬任試過 那個 這個是 空前絕後 就是不 不會有人用這樣的方法 對 因為他是不會成功的 那可是在某種條件下 大家的支持下 對 就成功了 對 就不能講成功 但至少他就work 對 最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最近又接 這一兩年真的 接觸到好多同行 對 然後都在問我們說 那個 老王可不可以 那個 我說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還有跟行銷什麼東西有關 對 然後加上平台 還要在每一個區每一個區談判 可是後來想一想 如果有一個那種 開放型的平台 對 在技術段都成熟 對 然後 片子丟上來 然後 那個單位如果願意把原來去行銷哪一些東西的 對 的預算 拿來做 不差別的推廣 無差別的 無差別的推廣 因為你差別推廣就會圖利誰 對 可是如果你是幫大家推廣 對 這個事情 因為你說要觸及出去人家說 有上了片了 對 還是要推廣才會那個 那當然製作單位自己要推廣 對 好 那無差別的推廣意思也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放東西進來 就等於也就沒有任何想 他跟YD又有點不太一樣 整個YouTube都可以倒進來 對 也跟YD不太一樣 他可能 那個 會限定一些項目 比如說有巨類 對 可是為什麼我能夠限定我只是 營運這個平台 因為您剛剛的Point是說 我不要挑說哪些符合政策我推廣 對 哪些不符合政策我不推廣 對 那但是我不讓你上家也是一種不推廣 是 那所以就是說它一定要是巨的這個形式 我們就是說 為什麼呢 就是從某種框架 某種框架上面可能 對 因為你一下子這麼多內容進來 其實在管理上是有問題 就是說 不是不推廣 是 對 我是沒有聽懂 我懂 就是說不是不推廣 就是說我們 比如說我的起先動念 對我來說 我的起先動念是戲劇市場 對 或者是紀錄片市場 這兩個 基本上都弱勢 對 那這個也是目前國內影視產出的大眾 對 這我理解 對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兩個 讓它慢慢的大家理解 你要看你 這兩種東西 你平常看不到 這裡可以看 大家會習慣上來搜 對 那之後你要不要擴張到其他什麼短影音啊 什麼的 那個戰術 可是因為 這個平台是 我的想像中 它是可以藉由付費的 就你付費去看片 對 那短影音 它有沒有 第一個它投入很低啦 那 它如果 像短影音在YT上面 也許它的收入就夠了 所以它不是那麼急迫要被 要被 要被想銷的 就會被建構起來 因為 嗯 紀錄片規模 就已經中型了 那戲劇隨便一個戲劇規模都大 所以在產業的缺口上面 或資源端缺口上面 這兩個 作品其實 好 所以我再界定一下 您剛剛是說 先期需要投入的資本 端影音相對低嘛 那 所以因為你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是先期投入資本的問題 而不是沒有投入的問題 也不是沒有人推廣的問題 所以 你覺得說 應該是針對這個痛點 去設計這套機制 是 那但我剛剛的問題 不是在講這個 我在問的是說 呃 誰來決定說 呃 你必須要是 好比像說 30分鐘以上 或300分鐘以上 對 才能夠來使用這樣子的機制 或者是說 它必須要有 呃 跟真實一定程度的扣合 對 或怎麼樣 因為這個雖然不是內容審查 它只是形式審查 對 但是其實形式跟內容是分不開的 您很清楚 呃 當然啦 如果你絕對只來說是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如果要讓它work 對 有一些要模糊 有一些模糊要能夠允許 了解 了解 好 比如說 呃 分類的方法其實可以提到現在金鐘獎 對 它也有迷你劇集系列 對 然後它也有呃 不是說平台方來認定說 應該這樣講 哪些算紀錄片哪些算新聞哪些算 其實認定 因為這種形式就是硬規定 對 就是有些東西它就是紀錄片 對 就它也不會有什麼太模糊 我跟您說什麼 對 那這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記住的問題 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對 那現在問題是說 它不需要審核 對 就是說 對啊 你不再說它史關不正確 所以不好意思 這不 我理解 但是如果它把後比上說60個端音 盯起來來說 這是一份紀錄片 這是很容易嗎 很容易 對啊 我倒覺得如果到了那個階段 到了演繹的階段 這個事情我們都可以把它定義 把定義型做出來 對對 但那樣的困難就是說 呃 它的結果就會是 呃 其實到最後可能 不是你想要看到那個 那個形狀 對 可能九成九都是呃 呃 就是想要呃 呃 這個傳播力的 可是喔 可是我真的這樣覺得 如果這個問題是預先想得到的 對 應該就不會發生 嗯 好 OK 好 請繼續 這樣我就聽懂 對對對 那所以 所以如果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不曉得 到底行還不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在巧白車上試過 對對對 可是我想像中應該行 因為它基本上 這個邏輯 和呢 我們十幾二十年前那個 那個產地直送那個概念 嗯 就已經 就已經驗證過了 其實它是有 在 它對某種個別的分重上面是有拉力的 對 所以 嗯 沒有 我只是因為 因為我最近我實在太痛苦了 因為 嗯 我們又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那邊想啊想啊 然後 嗯 除了我們自己做以外 嗯 對 因為書發布 因為主要是因為扣合到 最近看 很多那個 有關於諮詢對抗的事情 對 我覺得我們太 跟我們 太 嗯 那 在做的事情其實 太 理解 理解 當然了 就是說如果 如果你們的工作裡面 有一部分是 推廣這種全民子安的儀式啊 什麼 這個當然是自然就扣合的 對 但這個又回到那個什麼 政策目的補助去了 所以其實跟您剛剛講的平台 我們要拆開來看 對 對 那個我剛剛我先付述一下我聽到 就是說 嗯 聽起來其實它有一點像我們本來就在處理的群眾母子或群眾集資的平台 對 那它唯一的差別 唯二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說 是以劇情或者紀錄片 對 為它的這個分眾 對 為它的分眾 那第二個是說 跟一般的母子平台不同的是 這個是標榜它不對內容做政治審查 對 那自然也不會有說好像上面什麼青色都是什麼的這個問題嗎 嗯 那甚至這個紀錄片 你要再詮釋成另外一個史觀什麼的 反正這個平台它就是一個平台而已 對 不會特別去做什麼 對 就觀眾會審查 對對 就是以觀眾來審查 那你有跟既有的台灣幾大群眾母子平台有談過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這樣 因為母子平台 群眾母子平台是商業 他們是商業性質 是 然後他們有各自不等的手續費啦 行銷費啦 金流費啊 嗯 那 所以如果是 就是 然後大概有三 目前大概有三個比較大的母子平台 對 基本上他們以前應該也都從一個同一個地方出來 然後相互 現在在市場上相互競爭 對 所以我們很難跟他談有關於說 喔你們就專注做什麼做什麼 對 然後再來一個他的群眾喔 就是我們要吸引的母子平台很不容易群眾 對 因為他會分散在各個平台 對 然後再加上對內容端來說 對 我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去BD嘛去拓展嘛 對 我一定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然後呢 我募回來的錢呢 會不會 會不會 能夠cover掉我這個產品有時候不一定 我理解 那所以我覺得 由公部門來做這樣的機動進化平台最好就是 就不用上加費啊 對 然後不用行銷費 對 然後 所有可能商業體系需要的支撐的那個 的成本都可以不用用 對你講 就是用納稅錢 納稅錢來補大家的業務拓展的成本 對 講穿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對 那你這個 這個到底算不算土利廠商 這個就 那這個算土利廠商的前提是說 就是 你這個作品它主要對製作商或發行商有利 而對其他不是買看片的人不利嗎 對 就是說它有一個零或負的外部性 對於就是這個片子的看的人跟拍的人以外的人來講 那通常要用政府的預算來支持 就是你要證明說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看了這個片子 嗯嗯嗯 就算對於沒看這個片子的人而言 根本不知道這個片子的人而言 它都有正的外部性 嗯 對就是所謂 就是它有公共 它有公共性 對對 它比方說大家看了我們餘二的距離之後 都對修復式正義啊 或者參與是什麽 知司法 什麽東西 都得有充分的了解 那這樣子社會自然就變得更好的 就算沒有看的人也因此而獲益呢 對那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說 那它有公共性 那一旦有公共性 當然就比較能夠用國家的錢 對 但是你現在提的criteria 就是說不做特定政治審查的紀錄或劇情片 對 它感覺不那麽強烈的必然有公共性 它可能在產業發展上面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文策院在產業投資啊 或者是文化部在內容補助 對對 呃大概大概在做的都同樣一件事情 就他們在給一些機會扶持內容可以製造出來 是是是是 那後面這一端呢 對就是給一些機會 對 讓內容可以少一點剝削 然後可以被看見 理解 大概像是 大概都是這樣子 對對對 它是一個前後端的東西 是啊 所以就是說我們必須要主張是說 從書類部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是某種類似公共建設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 就是錄品、燈量、水溝通 沒有 當然你說有人說 對 那為什麼只給影視業者 為什麼不給 那就成功啊 那我們的主張就會是說 其實我們並不營運這個品 是啊 而是不管文化部還是誰 在營運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們不收收權費嘛 對啊 就這樣子 公共性就在 那但是如果有人說 那為什麼不是專門短影音呢 那我們就會說 如果有一個短影音協會還是什麼東西 他們要拿這一套去用的話 那我們不會大小言 我們不會說 完全所有翻譯必舊 只有長片可以用這一套 短片不能用 但是同樣短片的營運 書類部也不插手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做到比較底層 就是公共建設這一層 而不是上面的特定營運 我們才能夠justify說 為什麼要用那些錢做這件事 這個合理 是 OK 對 對啊 所以 所以也不好意思啊 就是 就是 說是零時期也是零時期 對 說思考很久我們也思考很久 是 這個事情 然後因為最近你們 看到你們開始 有很多動作 我想說 啊 從開始營運了 而且 開張了一年 半年了 就八月底到現在 對 我想說 等於選前 我就想說 算兵荒馬亂的 不要 不要來煩你啊 好 那個同仁有沒有要補充 目前沒有 有什麼話要跟部長講的話 沒有 我覺得 當然有很多細節 我們可以回去再想一下 那 很久現在啊 現在講 有什麼很多細節 對啊 我 我 目前沒有新的小朋友 OK 對啊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國內產業環境的部分 因為想破頭了 文化部那邊 他的解方有限 對 文測員那邊 又是另一種工具 可是事實上 他沒有 目前 空在那一塊 就是 通路端跟內容 內容製造者的最 食物鏈最底層的 這件事情 他沒辦法解決 對啊 因為一般來說 以戲劇圈的產業現況 製作人 他是不用談版權的 對 我通常是交給某一個平台 或者我交給某一個發行商 是 對 所以 因為他每一個是一個專業 但不是能談不能談 當然有很厲害的 我們國內有很厲害的製作人 他自己通路已經非常熟悉 也有很高的信誕感 可是 也許國內有 一百五十個兩百個製作人 也就是那麼一個兩個 了解 對 所以對其他人來說 其實處在一個非常 就相對很困苦的狀態 嗯 那這個事情 每一個環節都有動要 我們最近是有討論一些 就是我們在有一個民主網羅斯嘛 那裡面有一個多元宇宙科講的就是 怎麼樣子確保說 即使不是在同一個國家裡面 或者是身份之間 彼此沒有那麼容易認證的人 但是為了某種公共的目的 那大家還是可以把資源結合起來 然後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特別是在跨國跨境的 那我們經常舉的例子就是說 像去年八月 我們的網站剛上線就被攻擊嘛 那任何人都可以透過website 來幫我們備份 捐一點點硬碟 捐一點點頻寬 就算他是活在極權政權底下 只要他認同民主自由 就可以來幫助我們 那同樣的我們在這個技術上 投資的錢 也會幫助在極權政權裡面的 行為工作者 因為這樣他們發布的時候 就不會被言論審查 不會被貿易頂替等等 雙方是彼此互相支持 但是絕對不是前MOU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極權政權底下的新聞工作者 對 很困難的 對 所以為什麼叫做民主網絡死而不是 國際合作死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合作的 不一定是其他國家 他很可能是跟我們理念相同 就是民主理念的某個網絡 對 那個網絡不是一個國家這樣子 對 而且我看你之前 上上禮拜也有講到烏克蘭的事情 對 其實也是很類似的狀況 因為如果現在一下子要說 烏克蘭跟我們國家之間彼此承認 可能沒有那麼快 對 但是裡面互相關心的 對於民主的防衛 有經驗的 這個就很多 大概是這個概念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 如果從民主司的角度來看這個提案 它要解決的就必須是 比較像全球性的問題 就不是完全只是國內的生態 因為跟台灣類似狀況的其實很多 對 就是文化上面的一個中等國家 其實是很多的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它的解決的那個技術 必須要是普世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說 它只收國內的人的錢 它就算在國外 就算在 就極權勢力底下 如果它願意不要看到我們 而是這個 在早期有參與等等 這個說不定也是一個方式 我們國俏二就是全球開通了 對嗎 我們的金流就接了銀聯卡 對 就還真的有人來刷卡 是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很不巧的 因為我們自己太調皮了 對 我們就十月一號上將 對嘛 中國國慶 然後後來就 十月十號 那個金流就被攻擊 銀聯卡就斷了 所以自然很重要 對 那我認同 我認同那個全球性的這種脈絡 因為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知道 那個烏克蘭的紀錄 今天叫Winter on Fire 就是2015 董名將 現在Winter on Fire 2 拍好了 那現在我在台灣 幫他做台灣的推估 了解 好 像Winter on Fire 2這個事情 嗯 在 在 在 上架參展 也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你知道 現在很多銀展 背後都是中國贊助商 包含堪塵都是 還有那個Sundance Sundance 不是最有獨立健康 Sundance後面最大贊助商 也是中國 是 所以他們就 在各地方參展 上架都遇到很困難 那 所以如果像這種 我們講 有這樣的 就是 國際共同性的平台 對 他們上上來 他們也可以收費 然後看的人 我覺得看的會非常多 不是先台灣人看 國際人也會看 對 對 那像用在這個地方 就 那某種程度來說 那個什麼 像Winter on Fire 這種題材 它的內容本身 也在做民主方式 好像跟國橋一樣 所以它基本上多重 有多重的意義 對 OK 這個事情 這樣大概有聽懂 很期待 對啊 也不是期待哪一個部門 是說這個事情 總要想要往前進一步 要不然我們現在防衛機制 其實非常多 我們不要講硬體實在 你說新防 我們講說文化國防戰 認知戰 我們就在講認知戰 他們認知來認知去 對 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是在 那個 文化攻擊上面 對 台灣幾乎等於零 什麼意思 好萊塢 好萊塢 講美國棒棒 一百年了嗎 好 他就永遠跟全這些 講美國好多棒這樣 那就是他的文化攻擊 是 那日本 四十年前引領到二十年前 對 韓國引領的這十年 是 中國也是 是 他們有產出很多文化作品 他一直不斷訴說自己的國語記憶 然後訴說自己的 他要告訴你什麼 就是我的故事我來說 你別幫我說 是 好 台灣現在很大問題 嗯 台灣在對抗這種 中國不是有很多奇蹟怪怪的啦 不管啦各式各樣的 的劇 他就在不斷的植入 他不管宮廷劇也好 傳業劇也好 都在植入 那個大一統啊 什麼 星象王子 台灣沒有啊 嗯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 這幾十年來的市場 已經被訓練成 大家寧願不要碰這個 嗯 因為很麻煩 或者碰了就完蛋 嗯 那個完蛋倒不是會被殺 還是什麼 比如說在商業上會完蛋 嗯 比如像巧克力車這樣子 欸可能做一做就倒了 嗯 那所以這個事情大家就不太敢碰 那過去政府也不太鼓勵這個事情 雖然說啊 我們想講自己故事 可是事實上 在 整體的 資源配置或戰略上面 其實是 沒有很 沒有很主動做這個事情 跟韓國不太一樣 嗯 所以當我們在講 政治戰的時候 在講短影的時候 其實別忘了他們的長影音啊 對 長影音才是攻擊的主力啊 我有聽懂 對 我們沒有欸 目前市面上扯開來看 你真的在直面政治 在做 記憶的 民主記憶的 可能就是有喬白社這一步 我理解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多一點的來做 不是說喬白社好或不好 而是說 其實應該 應該有辦法鼓勵多一點來做這個比較 大家覺得很Hardcore 很麻煩 的事情 可是你不要讓它感到危險 嗯 那像 大家如果看到喬白社團隊這樣子 哇 太危險了 做了又被罵 或者是大家會那個 然後又虧錢 然後可能就倒了 然後誰都不敢播 這就很危險 那就要再等這個一陣子 才會有人又有那麼大的勇氣 也不是 這不能這樣 對啊 因為你看韓國它這20年來怎麼建構它國家主體 對 是有從上到下有意識的去 對 所以 就國家幫你擋 對 其實這裡的point就是 你在講的就是說 這是新防是一種國防 是 國防按照定義就有公益性 是 不需要再是哪個部門去說它有公益性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錯 沒有錯 而且我們這個事情實在是 太應該做 而且太沒做了這樣 對啊 所以 你看多一點 再講台灣民主記憶的劇 在對岸被盜版多好 就算它不買對不對 盜版大家都看過 該看的人都看過 對 這事情就是一種戰 它是一種戰爭 那可是我得繞過那個商業通路 他們當然有商業考量跟他們公關需求 我們得繞過這件事情 要不然就沒有人看得到 這很麻煩 因為像插牌社現在 除了公共電視播以外 沒有平台 我們就還得自賣 就是 越來越 其實空間應該越撐越開對不對 沒有欸 越來越小 大概理解 對對對 所以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我覺得也不是我們需要 我覺得國內在做產業的人很需要 我這個是真心話 我大概理解 那就像剛才講的就是說 數位部不太可能在這件事上curate 對 我們也不適合扮演curator的角色 這有點像是我們幫著國內的新聞業者 特別是報業就是資本新聞業 去跟國際的平台談分潤 但是我們比較不適合去決定 哪些人是報人 哪些是新聞業 哪些只是綜合娛樂 這個數位部如果做這個我們變新聞局 這是不對的 所以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是降低各方的溝通成本 或協調成本 那您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說本來的distributor的這套做法 在某些特定題材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成比例的協調成本 要付出來 那所以去找出降低協調成本的這種技術方式 這個倒是我們可以做的 但是到最後還是要有人來curate 那不管那個curate是 不知道公司啊 文策院啊 國防補啊 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 那我們的貢獻比較是說 不管國內國外 任何人他有這樣這個點子的時候 他不要被說好像技術上不可能 所阻擋掉 對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認同 好 那同仁有沒有最後有想到什麼 跟我們講的 就差不多先這樣 差不多差不多 好啊 謝謝謝謝 這個也是林志祺 不好意思 沒問題沒問題很高興 謝謝謝謝 謝謝 主要是謝謝你 一二季退後 就是一定 一定要親自支持 唉唷太感謝了 對啊 真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沒有辦法啦 那我們能撐 就是我們現在想辦法撐出那個空間來 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能活到那時候 對 現在問題在這裡 嗯 這很麻煩 有時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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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